本期节目给大家分享的是变形金刚大师级MP50 白虎勇士 包装的尺寸不小 而且规格比较独特 高度方面和MP33消防车的包装相同 而长度方面则明显多出一截 主体出荷时是白虎形态 作为白老虎本来就讨喜 身上的虎纹更是印刷得非常漂亮 从身形就可以看出这款白虎是MP34 黄豹勇士的改模品 那么就取出黄豹勇士来做个对比 首先 尺寸方面就非常不同 白虎明显要大上两圈 从侧面观察 白虎的体型也明显比黄豹更加粗壮 前腿方面虽然造型不同 但结构比较类似 后腿方面则明显是白虎的隐藏和收纳做得更好 但结构紧凑的代价就是白虎的后腿可动性要弱于黄豹很多 除了根部能够旋转自如 其他脊柱关节 包括爪子几乎都没有可动 而另一个问题就是 屁股下方的空洞比黄豹要明显许多 由于白虎不需要将尾巴变成枪 所以尾巴的可动关节更加重多 改起造型会更加自然 肚皮部分也有别于黄豹 白虎的肚皮完全是用盖板封住的 所以武器收纳也同样被盖板包裹在内部 头雕方面 白虎也比豹子要大上许多 虎头的还原度方面表现依旧不错 当然 白虎的嘴巴也同样可以张开 而且白虎的头顶盖可以掀起 双眼可以通过拨动转向不同的方向 脖子部分则是双关节可以拉出 头部的左右摆也有一定幅度 可动虽然被后腿限制了发挥 但摆些常规pose也完全做得到 毕竟也是白兽之王 气质方面依旧威猛 送有一个透明的支架连接件 白虎肚皮上有两处卡位 将支架插栓对上去卡住 而支架需要使用MP46黑寡妇的版本 白虎勇士并不辅送 将连接器插接在支架顶端 再调整支架造型就能摆出 恶虎扑石的样子 MP50白虎勇士老虎变人形的流程 首先将两条前腿向两侧翻开 避让空间 然后微微上拉胸部盖板 松开下方勾挂 再将双腿外翻 将两侧盖板向左右分开 将后腿根部下摆 也同样避让出空间 按压中缝 松开上方盖板勾挂 同样操作 松开下方盖板勾挂 将身体侧方盖板下翻盖平 小盖板则上翻盖平 掀起前端盖板 沿双关节向下Z字折叠 并盖平插接 此时将两块盖板 向左右翻开竖起 拔掉腹部内藏的枪 放在一边待命 再将两条手臂 沿根部翻转到外侧 手臂盖板 Z字折叠盖在小臂上 再将手臂向侧方抬起 避让出空间 此时将腹部两侧盖板 前翻到底 再上提屁股盖板 松开下方插接 松开老虎头部 整体向下翻平 然后前推颈部盖板前端 将它翻折180度卡住 抠动并挑起 白虎背后的插栓 将下方盖板 沿双关节上翻 并盖平插接 两侧小盖板 松开勾挂前翻到底 将尾巴根部下翻到底 再将尖端沿双关节上翻 旋转尾巴肩朝向左方 再将双关节向侧方平推 直到贴合弧度 此时将盖板下压 插接腰部插栓 松开头部根部插接 将头部上翻竖起 再将连接杆前端 向前折叠竖起 头部下方 插接连接杆上的插栓 再推动虎头 将连接杆向内 这次折叠 直到下压头部 插接好颈部后方插栓 再尽量将虎头 内推到底 此时将腰部 两侧部件 旋转到后方 再对齐 并拼合装部形状 然后再将腰部 旋转180度 松开膝部插接 将大腿向两侧分开 再将大腿后方白色部件 沿轴旋转到前方 松开后腿上方盖板卡位 再将上方盖板上翻竖起 外侧盖板整体 侧翻竖起 将膝部零件 沿双关节上搓盖平 将爪尖部分 旋转180度 掀起小腿后方盖板 将内侧盖板 向外拉出 再将脚腕部分 下旋竖起 捏住盖盘本身 将脚腕处的环 旋转180度 再将后方盖板 盖回原位 前方盖板 也折叠盖平插接 再将脚跟部件 外翻打平 老虎的后爪 则内翻 按平收纳 此时 将外侧盖板顶端 连轴下折 将盖板根部 后旋180度 再将盖板 后翻盖平 后方盖板 则前翻 插接插栓 将小腿根部 沿滑槽 外拉松开 再将小腿 向前旋转180度 将折叠的小腿 向侧方竖起 再将膝部弯曲 打直对齐 再将小腿上端 向前旋转90度 现在将双臂 下翻到自然位置 将白虎前腿的 两段关节 全都向下折叠 再将白虎的前爪 旋转180度 先将有插栓的 这条腿 内翻压在背后 再将另一条腿内旋 对齐并插接 腿上的插栓 背包两侧盖板 先将双关节 向外拉平 将盖板本身 旋转180度 再将盖板 旋转到后方 再将盖板 翻转180度 再将双关节 下挫到底 然后将下方插栓 插接背包两侧 最容易忘记的是 将斧头盖板掀起 人形态下 要拨动眼珠 将橙色转到外侧 再将盖板 重新盖回 最后武器方面 将把手翻出竖起 顶部盖板 也翻开竖起 将内藏的枪管 外翻打直 再将顶部 盖回原位 再将武器 握在手中 白虎勇士 变形完成 人形态的白虎勇士 身材高挑帅气 身上点缀的 基础漆涂装 非常亮眼 几种不同的白色 搭配也很和谐 同样 用黄豹勇士 的人形态 来做对比 整体来看 除了身高不同 人形态的造型 更是非常相似 手臂部分 白虎的手臂盖板 做了折叠 而且尺寸方正 而小腿部分 白虎将虎皮 折叠在后方 稍嫌臃肿 背包的结构 基本相同 但白虎的前腿较短 折叠起来相对紧凑 比较主要的区别是 白虎的尾巴 被折叠在背包后方 而按照设定 黄豹的尾巴 则要变成包围枪 另外 背包的折叠方式 也比黄豹更加复杂 武器方面 双方的结构 则基本一样 最明显的差别就是 黄豹的胸口 为了还原 使用了假的抱头 而白虎胸口 和变形后 是同一个虎头 所以这两位 乍一看像是兄弟 但结构上 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人形态的可动 也和黄豹勇士类似 算是非常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尺寸变大 大腿根部 使用了齿轮关节 而且食指部分 也做了独立可动 替换表情方面 纵有四张之多 向前拨动面部上方 拆掉原始表情 再将需要的替换表情 对其安装即可 默认的严肃表情 已经很传神 生气的表情 则虎虎声威 难过的表情相当忧伤 而最逗趣的 则是这个惊吓的表情 而剧中 白狐勇士受到惊吓的造型 很是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一张同样是严肃脸 但眼睛变成了蓝色 为配合这张脸 还送有一节电缆软管 将电缆根部 插接头部侧方孔洞 再将另一头捏在手中 就能还原出连接计算机 窃取情报的一幕 值得一提的是 头部内侧有透光零件 所以如果后方有光源 眼睛就能透出光亮 武器方面 还送有一个导弹配件 将导弹的插口 对其右臂盖板的凸起 插接上去 就能还原出 威力强大的白狐导弹 最后的配件 居然是一颗 MP43霸王龙的头部 当然它只是个配件 并不能安装在 MP43霸王龙身上 虽然造型看起来完全相同 但其实 它的两边能够转动 是个魔方 熟悉剧情的朋友 应该已经猜到 这是为了还原 白狐勇士破解魔方谜题的一幕 最后 白狐勇士的后方 有支架连接孔 将它直接连接支架顶端即可 然而 白狐本身并不辅送支架 这点确实稍嫌抠门 MP50白狐勇士 人形变老虎的流程 首先 将武器拆下 放在一边待命 再外翻 松开背包外侧盖板的插接 将内侧的双关节向外拉平 再将盖板本身 翻转180度 然后将盖板旋转到前方 再将盖板下旋180度 接着将双关节上挫到顶待命 此时 松开背后两腿之间的插接 旋转前腿根部向外侧翻平 再将爪子旋转180度 然后将前腿和爪子折叠成舒服的形状 将双臂向侧方抬起 避让出空间 然后将腰部旋转180度 将大腿白色部件 沿轴转到后方 再向两侧外翻 松开裆部部件 将裆部部件 沿双关节后翻 在后方竖起 将膝部上方向内旋转90度 再将膝部向外弯曲90度 小腿部分 再前折90度 此时将下方根部 沿滑轨向内推 直到卡住 从上方 松开小腿后方盖板插接 再将整块盖板向外翻平 将盖板根部旋转180度 再将折叠的部分上翻竖起 翻出脚底内藏的爪子 将它盖在脚尖下方 将脚跟部分内翻收纳 下翻松开小腿前方盖板插接 捏住盖板 将脚腕上的圆环转到后方 再掀起小腿后方盖板 此时将盖板内推并折叠 再将脚腕部分上翻90度 确保盖板塞入内部空间 再将外侧盖板重新盖平 现在再将脚尖旋转180度 将膝盖部分 沿双关节下挫盖平 旋转侧方盖板 并盖在膝盖上 再将顶部下盖到底 然后按压并卡住插栓部分 再将后腿根部 向前旋转180度 此时将大腿向内合拢 插接内侧插栓 再将膝部对齐插接在一起 上拉头部 松开颈部后方插接 再前拉白虎头部 将内侧双关节拉出 松开头部下方插接 再将连接杆根部下压打平 然后将颈部盖板 下翻到底插接 将尾巴尖端向外侧翻开 再将整条尾巴向上方竖起 调整尾巴关节 将尾巴拉直 将背包两侧盖板 后翻并勾挂对齐 再将背包外侧 沿双关节下翻 将背部的插栓 下拨盖平 再松开腰部插接 将盖板向上掀起 将内侧盖板前推直到翻折到上方卡住 再将末端盖板下翻盖平 首先对齐插接大腿插栓 再旋转后腿根部关节对齐插接 此时将整个虎头上翻 勾挂并卡住上方插栓 将腹部两侧盖板外翻到底 再将双臂下翻竖起 将手臂盖板双关节外拉 再将双臂打直 沿根部转到内侧 将手心转向内侧 腾出空间 此时将小长枪顶部向上翻起 将枪管后折入内收纳 再将顶部重新盖好 将把手部分也上翻收纳 将武器对齐两处插栓插接上去 外拉松开手臂上方盖板插接 将上方盖板沿双关节上搓 并且对齐边缘 外侧小盖板下翻到底 再将盖板外翻对齐 并且勾挂边缘 将两边盖板对齐并勾挂形状 再将手臂根部下压 插接白色部件插栓 此时将两侧盖板合拢 勾挂并插接中间的两处插栓 然后将老虎的前腿向内翻折 先对齐插接颈部两侧 再将盖板在中间合拢插接 最后对齐并勾挂下翻盖板边缘 最后一步很容易忘记 掀开老虎的头顶 拨动眼睛将绿色的部分转到外侧 再将头顶重新盖回 在最后调整一下姿势 白虎形态变形完成 和白虎形态变形态变形态变形员